早餐 嗨 早餐 吃早餐啦 今天的早餐也是非常傳統的日式的早餐 吃飽了 在這邊看個風景喝杯咖啡 我們現在喝完咖啡去拿行李 等一下要去坐船 最愛國籍的一個飯店 這是我看過最多國旗的一次旅行了 蠻溫馨的 我們現在要去搭船 大家有看到我身後的這個 湍急的溪谷嗎 這就是這邊這個大不為峽谷 我們現在要搭船去下面 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體驗 我們現在在登記 坐船的成員的名字 我們買好船票了 現在在走路前往搭船的途中 然後這邊已經可以整個看到那個峽谷的樣貌 就是有樹啊石頭啊 然後還有湍急的河水 我們穿好救生衣準備出發囉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地形啊那些很酷的岩石 只是因為它好像兩億年前的時候原本是海底 然後因為地殼運動的關係整個被推擠上來之後呢 然後再經過河川的侵蝕作用 所以才行程 我們剛剛看到這種超級酷的一片一片的岩石 下船囉 好啦 我們看完這個兩億年的地質奇觀 整個天地 這個 奇景 了然於心胸 現在 回到 人類渺小 好 回去囉 現在去牽車前往下一個地點 好 我們剛剛開車都沒有拍空景 因為都在走山路有點太晚去了 我們現在到達一個叫做U型谷的地方 這個溪谷就是像日文的 太多重重危機了 我們看完了這個 HEE HEE 就是U型 U型谷之後 然後繼續前往我們的下一個景點叫做小便小森 我們剛剛經過那個九彎十八管 還有各種超小的不能會車的路之後 現在終於來到了小便小森所在地 然後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便小森的銅像 可是我們為了那個東西開車開了二十三十分鐘吧 我們即將抵達小便小燈 小雞雞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意境呢 在這樣如此高的一個斷崖絕壁上面那樣那樣 想必它也是很緊張吧 我們在於小便小森的路上 還有經過一家竹谷溫泉 它小小一間可以感覺是一個蜜湯 我們結束了剛剛那個小便小森的行程之後 現在要去下一個景點叫做卡... 卡之拉橋 據說是一個好像藤做的橋 然後可以爬的樣子 然後可以爬的樣子 現在Phoebe帶我們走入秘境 我們已經到了藤蔓橋的入口了 好 在我後方的就是祖谷的曼橋 理論上應該是用植物啦 藤蔓所做的 然後它也是有形的文化財 通過橋的話一次要五百五十元日幣喔 過橋喔 跪格喔 跪格喔 不能回頭 有巨高鎮的朋友可能沒辦法玩這個 因為它縫隙超大 有點可怕 我就先不拍了 我先過橋再說 大家對面見 有巨高鎮的朋友真的不能玩 太可怕了 已經爬完到對面上完廁所了 因為我巨高鎮的關係 所以剛剛沒拍什麼片段 大家就稍微看一下剛剛的空景啦 好可怕喔 爬完曼橋之後再走五十公尺 就可以到我身後的琵琶樓 爬完曼橋看完瀑布 接下來就牽車 然後去吃中餐 我們剛剛爬曼橋應該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 我們大概走 我們大概走 不是走路 開車 大概五分鐘 我們來到一個祖古美人的圓祖蕎麥麵 這個區域的名產就是蕎麥麵啦 來吃吃看怎麼樣 中橋特派美食四十元 EJ 清爽嗎 清爽 然後帶一點檸檬香味的牛肉麵 牛肉橋麥麵 牛肉麵 讚 吃完蕎麥麵 前往今天的下一站 京刀比羅公 開車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經過一番開車還有迷路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了京刀比羅公附近的停車場 這邊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自駕過來的話 千萬不要導航直接導京刀比羅公會導不到 你要找離他的表參到最近的停車場 那我們就出發啦 京刀比羅公的特色 就是他非常的難抵達 你從最下面開始走 走到最頂端的奧社要一千三百六十八個階梯 然後就算你只走到本宮的話 也要走七百多階才會到 這跟我跟Bob之前去參觀的 有一個神社也很像 霧影神社 在霧影神社裡面 我們兩個也是走了好久 應該來來回回差不多兩個多小時左右 才走完 所以 他們確實有一些神社真的有一種在秘境裡的感覺 我們現在走在京刀比羅公前的參道 其實啊 大家應該有聽過錶參道這個詞 只要顧名思義是通往任何的 就是神社啊 或者是公前面這一條長長的道路 都可以稱為參道 然後 這邊這個參道也是蠻傳統的那種 就是兩旁都有賣很多日系的一些 不管是食物啊 或者是那種 歐彌跡紀念品類的 這邊有一家看起來蠻可愛的咖啡店 對於金刀比羅公的階梯有爬幾階的信心? 大概一半 一半 好 350 蛤? 一半不是700嗎? 蛤? 這是總長700喔? 總長是1368 我大概一般公寓五樓 爛逗了 我們已經爬了100階喔 不過 開始有點喘了 走吧 從這邊開始 100階之後 就是本番決勝負的時候了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 金刀比羅公啊 跟我想像中的 就是一千多街 比較不同 是因為 它不是那種在深山裡 然後 每一街都很陡 然後很密集 它兩側 還是有一些商店街 然後走一走都還有平台這樣 雖然還是很喘 不過 比我想像中的也要稍微好一點點 這位大神已經不行了 開始休息了 好 已經快要爬到 第一個300階的第一間 算是你想像一個門 或者是廟宇的入口 好啦 來到第一個300多階的門囉 從這邊進入啊 大概是往本店的範圍之後 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就不能有什麼攤販 然後這邊有一個蠻知名的 叫五人百姓 據說是因為這五個人 在以前就是對金比羅公 有蠻多貢獻的 現在繼續走在金比羅公的餐道上面 通往那個本店的餐道 然後旁邊這些牌子啊 就可以看到他們是捐了多少錢 才可以立杯在此 想立杯至少要捐個一百萬啊 我參觀過這麼多神社 第一次看到有馬的 搞神馬 還不會拉屎給我看呢 雖然下雨 但是交襲不了我們登頂的熱情 我們接下來繼續前往七百街 是嗎 那你跟我媽在這邊休息 我們的目標是一半的七百多街 感覺應該已經是快要到囉 本店就在上面了 到啦 拿完這個全部 就是七百多街到本店了 後面可以買御手 鬆吧 嗚 他的這個七百多街 其實分蠻遠的 然後高度的上升 也不會到太陡啦 所以其實一般的人 是走得完的 會有點喘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來的話 就還是爬一下 大腿地獄 大腿爆炸 BANG BANG 抵達 本店啦 當然你來神社參拜的話 如果有什麼願望想要許的話 也別忘了來這邊買個御手 爬到本店之後啊 這邊也可以看到 城市的風景 下山了 大家 我們 山下見囉 山下 吃酒 YA 我們已經回到一百街以下的平地了 現在回到車上囉 出發前往今日的晚餐還有飯店 剛經過一番折騰 終於 把車子給停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 高松市的市區 然後因為它這邊可能 城市比較老舊的關係吧 所以它的停車場 非常的小 大概比新門町 額美還要再更小 所以 就很難停啊 然後我又開七人座 所以車頭整個痛轉 好 現在去飯店 然後吃晚餐吧 今天住的是 Liga Royal Hotel 好啦 趕快放東西 吃燒肉了 我們現在走路 要去吃燒肉 然後距離我們的飯店走路大概十分鐘 我們距離飯店大概走路只要五分鐘 就有一個油頂商店街 我們來囉 這是四國尊東吧 看一下啦 這一百克就要一千六到兩千日圓 不等囉 沙郎 一級棒 一級棒就是我們 一式樂眼 牛肉的肉質怎麼樣 很柔軟 有Tender嗎 有 而且油脂很豐盛 讚 讚 我來吃一下樂眼 還有這個牛排啊 雖然是鐵盤 可是我覺得烤得恰到好處耶 因為那個肉質啊 相當的軟嫩 配上這個醬 整體來講味道蠻豐富的 這個甜點是 漢堡麵包夾冰淇淋 我們晚餐吃的是 Limit Dish Steak 乘以Wine 它就是一家 各式各樣的牛排的專賣店 總結一下就是它的牛排 品質算不錯啦 都蠻嫩的 部位很多 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克數 但是它料理的方式都只有一種 就是用鐵板 然後配固定的醬 味道是偏重 不過我覺得 整體來講 再搭配酒啊 什麼的 還有一些其他的 hypertizer之類的 還蠻推薦這家店的 它在台北路上有3.5的高分喔 禮拜五的晚上 有一大堆 日本的朋友們 在外面 循歡作樂 飲酒 然後 呃 好不快樂 我們兩個 現在吃飽了 在商店街散步 回我們的飯店 明天就是我們這次四國旅行的最後一天啦 明天早上去個利林公園逛逛 然後就沒什麼啦 不如我們今天就在這裡做個結尾囉 大家明天最後一天見 掰不 掰掰 好 全家有累喔 最後一天了 老餐啦 也太懂了 喝了 今日身體為樣 可能就 輕鬆隨便拍一拍啦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